哥 真是好酒量啊 来来来 来 喝这杯 来 哥 来 喝 结证 你谁啊 你干什么 她是我朋友 孙蓝蓝 跟我走 不行 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你想欺负我朋友是吗 你要是再无理取闹 我可真动手了啊 这什么 你管不着 你是不是在我朋友嘴里塞药 你要再多管闲事了吗 我可真不客气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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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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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 小迪 你要再无所的话不可报警啊 你做好赶紧报警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给蓝蓝下药了 是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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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蓝蓝 蓝蓝 没事吧蓝蓝 蓝蓝 蓝蓝 是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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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连我也一起抓啊 打架斗殴 双方都得带回去调查 我们根本就没在打架 我就是在除暴安良 他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是不是好东西 我们警察来判断 走 不 张叔 我都帮你们分担工作 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吧 对吧 张叔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别叫我说 不叫说叫哥 别 小迪 我陪你一起去 没事 你们先玩吧 我去去就回 拜拜 好了 进去吧进去吧 不 我说 你是不是把自己当英雄了 嗯 你 嗯 我可以走了吗 叔叔 事情还没有解决完 上哪儿走啊 那我能喝点水 或者吃点方便面什么的吗 我昨天晚上都没吃饭呢 关小迪 我都认识你了 哎 你说你这么一大姑娘 都来我们这儿好几趟了 啊 每次都是因为打架 头一会见到你这样的女孩 我跟你说啊 我这次不单纯只是为了打架 那个人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他往我朋友酒里下药 你说我能不揍他吗 我肯定要揍他了 哎 行行行 每一次啊 你都有你的道理 我当然有我的道理啊 那个人他绝对不是第一次了 他绝对是个惯犯 你们必须得严惩他 我们啊还在了解情况 一会儿给你做笔录 啊 你等会儿吧 还冤枉 等会儿是什么时候啊 事情都已经了解清楚了 那个小子 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前就因为给人下药 被抓过 现在已经被我们行事拘留了 那这么说 我女儿这一次 不算是打架斗 就不用在这儿过夜了 关先生 您女儿这样下去可不行吗 这一次啊 都是因为什么路见不平 把刀相助 坚以勇为除安良 但是动手打人就是不对 还是应该让警方来处理的 都怪我没有教育好的 把孩子惯坏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领人去吧 好 那好 谢谢您 不客气 谢谢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没事 我说 关小迪 你对你自己的行为 能不能负点责 我哪儿不负责任了 你说 你一个大姑娘 这半夜 让她老爸来排出所接她 你这叫负责任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看着孙蓝蓝被人下药 对她不管不饿 谁这么说了 那你说我干什么 我今天做得不对吗 不是 再说这种人渣 就不应该被打吗 你 如果有人对你女儿下药 你会不管不饿吗 你小事 不管不饿吗 你会吗 老爸 好好想想吧 好 闺女啊 你说这次的事情有情可原 那上一次呢 还有上上次呢 我困了我不想说话 你一点不觉得 你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吗 我问你 你一点不感觉自己不对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好 小弟 小弟 我一定想你 要是什么 你要干吗 我还可以 你还没想你 我时间不多了 恐怕管不了你女儿了 也许这个时候她的出现 是天忆吧 喂 我想好了 关小迪会参加训练营的